新冠肺炎国内疫情趋缓 但机场第一线没有松懈 21号指挥中心就公布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 也打破5月8号以来连续13天的零确诊记录 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的病例 我们还是本土连续第39天没有本土的案例 新增的案441为一名30多岁的男性 医院下旬到墨西哥工作 4月30号出现发烧症状 5月20号返国裁剪于21号确诊 不过还好这名确诊个案相当谨慎 搭飞机的期间全程隔离衣口罩包警警 因此没有匡列相关的接触者 不过案441在墨西哥其实就已经裁剪过 5月5号进行抗体检验呈现阴性 13 14号两天公司大量裁剪PCR 但直到20号回台才收到检验报告 显示阳性经过两周还是验出阳性 对此张上纯表示依照先前的经验是合理的 5月13 14的时候就 那时候应该发病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候 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 这个时候PCR通常都还是会阳性的 因为刚发病 利用抗体检验还是会出现阴性 这是光验抗体是不够的 先前引发讨论的磐石剑群聚 如今抗体检验结果也公布 总共36位确诊 26位已经康复出院 还有10人治疗当中 另外有验出血清抗体的就有8人 就学业的检验里面有抗体 那经过庄家的判定 现在大概可能应该是有8位 有抗体的8人感染源还是不明 而针对境外商务人士来台 指挥中心没有松口 强调还需要进行评估 谨慎再谨慎就是要守住台湾 疫情防线 解前就换身SNG小组才被散忘了